上下古今坛 演艺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演艺 欢迎各位收听上下古今坛 今天在节目里 我们要与大家继续一同解读三字经 这一次我们要读三字经里的第29句到第32句 为人子方少时 亲师友习礼仪 照例我们先看每个字的字意 这12个字里我们有8个字没有讨论过 它们分别是为方少时清友礼以及仪 我们先看为 我们平常写为字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上面有一个短撇加三点 这是正体字 另外一种是上面有一点加上一个长撇 这是属体字 正体字的写法 上面的一个短撇加三个点 画的是一个手掌加上手指头 它表示的是手 下面的其他部分画的是一只像 为字就表示手牵着像 在工作在劳动 也就是在有所作为 讲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怀疑 为什么手牵的不是一头牛或者一匹马呢 这是因为大象的力气大 许多废体力的工作需要大象才能完成 大家或许又会有另外一个疑问 中国有大象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现在的中原一带是看不到象 但是古代在中原地带确实有象 顺 顺 笑感动天的故事 就提到大象来帮顺耕田 左传里面也提到 大象因为长了一堆珍贵的象牙 而遭杀身之祸 这些都可以证明 古代的中原确实有象 照字的时候 把象的形象放在字里 自然也就顺理而成章 为字除了劳动或作为之外 还可以用来说明自己所处的地位 像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里的为 也可以用来取代事 像失败为成功之母里的为 表示失败是成功的基础 为人子的为呢 它的作用也是如此 表示这个人的身份是某某人的孩子 也就是说这个人有父母 接下来我们看方这个字 这个字是一个象形字 它画的是古代一种挖土的工具 专门用来挖方形的坑洞 所以用它来表示方 方字除了表示90度角的形状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含义 比如说可以当地区用 像地方远方 可以当方向用 像东方西方 可以当药丹用 像千金方 祖传秘方 还可以当方法用 像千方百计 教导友方 还有一个用途呢 可以当正在用 像方心为爱 像来日方长 我们现在读的方哨时的方 也是正在的意思 方哨时的哨字是小字加上一撇 在甲骨文里 小字是三个小点 象征东西的体积非常小 而哨字是小字再加一点 多出来的那一个点表示不但体积小 数量也少 所以少年的少 表示年龄很小的意思 为人指方哨时 就是指当一个人年纪还小的时候 三字经认为 人从小开始就该学着 亲师有洗礼仪 所以说为人指方哨时 亲师有洗礼仪 亲这个字 左边一半 指的是一种落叶灌木 所结的坚果 叫做针子 人们喜欢吃这种针子 见到了就要走进去摘 所以亲这个字 就有亲近的意思 父母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所以称作父亲母亲 除了父母亲是孩子生命中必然亲近的人之外 另外还该亲近谁呢 老师与朋友 老师对孩子的重要性 我们在前面谈 叫不言 诗之舵里面 曾经讨论过 这里要谈的是 孩子为什么要亲近朋友呢 有这个字的甲骨文 画的是顺着同一个方向的两只手 象征志同道合的两个人 彼此支持 互相鼓励 这正是朋友之间应该做的事 礼记学记上说 读学而无有 则孤陋而寡闻 培养孩子从小具有结交 志同道合好朋友的能力 对他一生的事业与学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不过朋友也有好有坏 需要有分辨清楚的能力 论语记事篇上说 与正直诚信 健文广博的君子交朋友 对自己尽得修业 有很大的帮助 而与专门走邪门歪道 花言巧语 表面灿媚 背后诽谤的小人 交朋友会受害不前 正因为如此 孩子们需要从小就学会分辨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好朋友 不可错过 什么样的人不该亲近 需要知道自我警惕 离这样的人远一点 接下来看习礼仪 习字 我们在讨论性相近 习相远的时候谈到过 这个字最早是指小鸟学习飞行 后来凡性与学习练习有关的事 都可以用 而孩子从小要学习的就是礼仪 礼仪是什么呢 礼字的部首是是 表示的这个是 是字的上面两横表示天 下面上个小字的部分 表示上天的垂向 我们的祖先认为 造物主就是天 就是神 所以所有与神之有关系的字 几乎都是事部 或者字里包含有事的部分 像我们刚才说的神之 像祭祀 像祝福 这些字都有一个事 作为部首 中原地区一直没有产生一个本土宗教 对古人来说 祖先就是神 所以祖中两个字都包含有事在里面 礼字的右边一半是礼字 这个字也可以读作风字 丰富的风 它是祭祀时所用的器名 所以礼的主要意义就是祭祀 再看一字 一字的右边一半是义 我们前面谈过义 是该做的事 是法则 是标准的意思 左边加上一个人字旁 指的是人在待人处事的时候 该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什么样的标准 把离与以两个字放在一起 意思就是人在社会中 所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 礼记取礼篇里特别指出 礼的用途在于指导大家 如何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轻疏远近 如何解决让人疑惑不解的问题 如何分辨事物相同与不同的地方 如何分辨事情的是非黑白 诗经里有一首诗叫做《相属》 里面特别强调礼仪的重要 它说 认为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不能遵守礼仪的规范 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 这个话真是说得非常严厉了 上一次我们要继续读 《三字经》里接下去的八句话 香酒灵能温习 笑于清所当职 荣逝岁能让离 地与掌宜先知 将是我们下次讨论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期待下次与您空中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